南戎三富白归 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 这件事在《上论》中我们提到过 子为南戎帮有道不费 帮无道免于行路 以其兄之子弃之 南戎是孔子学生中德行很好的 银送了三遍白归这首诗 孔子就将侄女嫁给他了 念念诗唱几篇歌 就得到孔子的侄女做太太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光唱歌就唱了太太 那孔子嫁侄女也就太草率了 难道孔子希望侄女去做歌星吗 当然不是这个道理 而是平常已经考察了南戎 白归诗篇的原意 是歌颂白彼无暇的美德 人有一点瑕疵 就是一生之累 南戎因为有白归的志向 有这种品性 再加上孔子平常对他考察的结果 才把侄女嫁给他 我咬住大家 我咬住这首诗